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目前整个的磐石还是等于说从这个 等于说从礼拜一维过信跟大家所分析的就是说 因为往上去一方面是因为有半年线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第二方面对不对还是一样 因为目前从这个10月以来 这个地方一直有一条往上的一条 这个本来的一条上升趋势线 那跌破以后的话是一直压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说其实从明天 从明天行情来看的话 基本上整个结构没有变 就是上面仍然是半年线的压力所在 这个盘要能够摆脱这个 下伏震荡的格局的话 反正就是一句话 要么就是对不对 带量上去再往半年线往上做突破 或者是或者是 各位注意一下 除了上面是看半年线之外 那往下面去的话 你注意到A线 各位这个A线我也跟你讲了好几天了 这个A线等于说是目前短线上的自身所在 那这个线呢 基本上是从10月初 从10月初一直所延伸到11月盘东的高点 本来的那条压力线是一直这样子延伸过来 但是这条压力线呢 其实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曾经被突破过 那到了昨天呢 一样就是说等于指数就是在这个A跟P 这个压力之间来回做震荡 其实今天也不例外 一样是在这个A跟P之间来回这样做震荡 所以三天来讲的话 下档的支撑你注意一下A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盘因为现在那个压力跟支撑的 这个其实这个范围就是很窄很窄 就差不多这五六十点在那个范围之内 所以这是造成了从礼拜一到今天 每一天的盘就是差不多上下四十几点 五十几点 给你这样横盘在这个地方 但当然了也许这几天这种 这种一般我们归类叫做霞幅震荡这种走势 很多投资人在操作期后都觉得说 哎呦这个盘好难做 因为上下窄窄的 你做多做空 如果你的点位做得不是很好的话 基本上你做进去对不对 也没什么肉了 所以等于说好像有时候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跑的也不知道 那种就是好像也没什么赚到那种的 但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虽然说这三天以来 这个盘是走入一个霞幅震荡 但是问题是 我一国亲我就一再跟投资人讲一个观念 各位做期货 各位做期货 你不要说什么 什么叫做大幅震荡才叫做好做 霞幅震荡叫做不好做 跟我讲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事情 行情就算是走区间走霞幅震荡好了 但是重点是如果说就算走霞幅 如果说每一天的高低点 你能够事先抓得出来的话 那我跟各位讲 你说再怎么霞幅对不对 一天高低点也有差不多四十点左右吧 那不说别的了 你在低点做一趟上去 高点空一趟下来 一天做两趟就好 你说要赚个五六十点七八十点 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不过当然我这样讲 很多投资讲说老师 对不对 讲起来容易有 这种上下一天才四十几点 这种盘 还要赚个七八十点 那有可能 各位 有没有可能 也不是大家用嘴巴来讲 对不对 我问你各位 就像以今天来讲好了 今天这个盘上下 只有四十一点 只有四十一点 那我就问你老公 那今天这个盘的话 我问你 如果今天这个盘的 高低点 你能够事先预知的话 你说今天要来回 多一趟空一趟 就这样来回 来回各三十点的话 你觉得有难吗 你觉得有难吗 但是重点就是说 对呀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 今天这个盘的低档 跟高档在什么点位上 这就是今天重点 对不对 很多人说 我又讲过 要做期货 很多人对 就是因为 你没有那个方法 去算出来 每一天盘中的高低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哎呀 今天这种盘 好难抓高低点 好各位 如果说今天礼拜三 对不对 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盘 高低点难抓的话 好 那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吧 我先给你第一个 今天低点在哪里 今天盘的低点 对不对 在9102 在这个地方 在9102 那各位 那我就问你了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低点 会在9102这个地方 这里 在9点多这个时候了 也就是各位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知道在9102附近 是今天的低档区的话 你今天在这边做多 那今天冲上去 对不对 我说30点的话 其实不用到9140 那各位今天你要一趟做多 赚个30点 不是很难的事情 不过问题就是说 问题是当今天 对不对 在9点钟之后 9102来之前的时候 你能不能已经预知说 今天低点会在91001附近 好各位 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 来 那我给你看一只口讯 好 各位 这个是今天 8点48分的时候 我就发出去给会员的 你看我跟会员讲什么东西 今天起后的下档支撑 第一个在哪里 就在9100点 今天最低点9102 好 今天最低最低 也不会杀破9080 这就是今天的支撑所在 要做多的 就在这个点数这个地方 来做就对了 好各位 今天的盘数没有打到9100 但是打到9102 而且基本上对不对 因为外国欠 法总口训的话 都是跟会员讲说 在5点之内的话 都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看 对不对 我今天不说别的嘛 你今天你只要知道说 在9105这个地方 你可以做多 哇 我跟各位讲 那今天你做多的位置 已经是全台湾 起货市场上的高手中的高手 今天的法人对不对 做多都还不一定做到9105 不是吗 问题是 问题是 今天在8点48分的时候 各位你自己也好 你跟的那些人也好 你的电脑 你的软体也好 能够像韦国欠一样 你算出来 今天做多的点位 一个在9000一附近 一个最低最低 也不过就9080 这个地方你算出来 8点48分 所以各位 我有讲嘛 做期货没有什么 就是行情好 就是行情难做 只有你知不知道 那个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你能够算得出来 什么样的盘 都是好做的盘 你算不出来 就算今天来回正当200点好了 我跟各位讲 你做错的话 你赔更多而已 我跟你讲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盘 今天对 这样这样就这样上去了 好 但是重点是 那上去以后呢 又来了 那上去以后呢 今天高点在哪里 今天最高点对不对 就在9143 9143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今天对不对 当指数 从9100以下 这样上来的时候 那你又晓不晓得 今天的高点 会在9143这个附近 你能不能预知 今天高点在9143附近 你说魏老师 真的假的 为什么高点对不对 都可以事先知道 那问题是 算出来的 好各位 问题是反过来讲 今天高点 在9143附近 你能不能预知 如果说你又不知道的话 那我再给你看 一个扣讯 8点48分 是我今天讲 今天下面 在哪里开始做多 一个钟头之后 在9点48分的时候 来你自己看 9点48分 对不对 美国线 我再给电脑会员 发了一个扣讯 强势预判 目前的波段压在哪里 9144 914 今天最高点 9143 然后对不对 今天因为强势预判 有两个压力 等等我 等等我 那个办法给你看 强势预判 今天往上去看 有两个压力 一个9144 一个9154 就是说在这10点之内 就是盘中的高点所在了 所以指数 谈上来之后 上档压力 就看这两个地方 9点48分 当时 对不对 高档就在往 我那上面在走而已 好 各位 所以老师 那你为什么 对不对 9144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看吧 那各位你看 当今天这个盘上来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第一个压力 跑到哪里去 各位你看到了吧 这个地方 叫做9144 就叫做9144 说跟各位讲 这东西 你看这个盘 今天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出来的 我把时间再往前给你挪一下 非常有没有 今天这个盘 真正在这个高点 各位在这个高点 盘中来之前的时候 有没有 压力已经停在9144这个地方 都已经停在这个地方 这是为什么对不对 我可以跟各位讲说 你上面去 先注意个9144 原因就在这里 那各位 我请问你 问题是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说 今天往上去 对不对 已经预算出来说 那第一个压力 在9144 所跟各位讲 一等我意思吧 这就是关键所在 所跟各位你看 今天对不对 两个关键的位置 开盘的时候 已经知道说 今天低点在9000亿附近 那往上去 9144 所以各位 就算今天这个盘 高梯只有41点 但是我刚讲过了 就算对这种盘 如果你今天 你一开盘之后 对不对 你知道在9000亿附近 9105以下 是可以做多的话 上去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9144 我们讲9140就好 那各位 那我请问你 就到这40点的话 你觉得今天 一趟上去一趟下来 你觉得有难做吗 对不对 照我这个地方吧 所以各位 这是我所谈对不对 我再讲各位 盘没有什么 叫做好做的盘 叫做难做的盘 只有你对不对 每一天 能不能像韦国庆一样 事先你知道说 今天的高低点 大概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好了 但是各位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讲 你看 回过头来 我们讲强势预判 强势短谱 你自己看吧 各位 今天这盘对不对 盘都够窄了 但是你看 从昨天的尾盘 9138镜头翻空之后 对不对 开始往下刹 今天 箭头在912开始翻多 上去对不对 就是在9143 打到上去之后 开始翻空 对不对 今天这个盘 一趟坐上去 一趟坐下来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 要抓这种点数 其实也不难 而且何况各位 其实这个盘 这个礼拜已经三天了 今天礼拜三对不对 从礼拜一 礼拜二到今天 其实横盘已经盘了三天 盘都非常非常的窄 但是问题是 这三天以来 很多人做 这盘好难做 好难做 而且很多人都想说 对不对 选钱选钱 想说先观望一下 所以呢 我想向各位 从礼拜一到 今天这三天的时间 很多人 第一个 你做 你做得不好 第二个对 你不做 你再看盘 就是这盘实在是 对不对 好像那种非常 没趣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涨也涨不多 跌也跌不多 不像之前 对不对 多单做进去 哇一下一百点 空下来一下一百点 但各位问题 是没有关系 好了 我跟各位讲 我再讲 各位 就算行情窄 对不对 只要你有方法 你能够找得出来 对不对 就算这种窄盘里面 哪里可以做多做空的话 对不对 那各位 我就把时间 再放大一点看 上面那个挡到了 好 各位你看没有 我就抓各位 我就从上个礼拜 我抓到今天好了 这三天的盘够窄吧 但是各位 经理之强 对不对 以强势短步来说的话 除了昨天尾盘 有错过一笔之外 9136 那笔有错掉 其他的对不对 你说盘窄吗 那什么地方该做多 什么地方可以放空 到什么地方来 对不对 这是礼拜一的尾盘 到昨天冲上去以后 914是进入翻空 后来各位 这笔我错掉 但是之后 9138 错也错一点点吧 翻空对不对 到今天开盘912多 上去9143 倒缩盘 所以各位 就算这个盘 盘得这么窄 对不对 你要知道说 来回这样做 其实也无妨了 好了 但是各位问题是 我这样讲 也许有些人听不清楚 哎呀老师 反正这个盘 目前就这么窄 到礼拜五之前 这盘看起来 对不对 大概还会这么窄 刚才先观望一下算 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啊 真的这几天 你的心态是倾向于说 反正等选后以后再说吧 我跟各位 你的想法其实也没有错了 但是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如果你的想法是说 哎 等礼拜一 等礼拜六选完 对不对 等下礼拜一开始的话 哎呀 这个事情明朗以后的话 我再经常操作 我跟各位讲 你这种想法啊 没有错 但是重点是各位 问题是 如果 如果 礼拜六不管 对不对 最后选举选的怎么样 如果下礼拜一开始 开盘以后 就出现急涨 或是急跌的现象的话 我请问你 如果到这个礼拜 为止 要是你没有去 不先布好局的话 如果礼拜一跳空之后 大就是对 大涨大跌之后的话 我请问你 你真的你来得及上车吗 问题是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而且各位 就算对不对 不管下礼拜一开始 要不要大涨大跌 但是各位 重点是 我先告诉你 各位 有个重点 你一定要牢牢牢记在心 也就是我常讲 当每一次行情压缩压缩 越压缩的时候 压缩到最后 对不对 行情开始做突破的时候的话 后面都一定是大行情 也就是各位 这个盘 这个礼拜 对 已经窄窄的盘了三天了 但是重点是 其实这个观点你也有 当行情短线盘的越窄 对 压缩的越厉害的时候 一旦它做突破跌破的话 后面的行情对不对 都是大行情 所以各位 我再讲一次 不要因为这几天盘 盘在那边盘 你从哎呀观望观望 你一旦观望下去 到礼拜一 你可能你来不及反应 要去做多做空 甚至各位 对不对 你做这几天的盘窄 那各位 那我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 各位 做习惑对不对 要的是什么东西 正常的波动 那来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从上个礼拜一 到这个礼拜一为止的 对 这个东西 上个礼拜 其实行情的波动 对不对 就是很正常 那你自己看 一样以强势短波来说 对不对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一 开盘以后 箭头9038翻空 大户做空 来 我们要把大户指望 一起来看 见没有 箭头翻空 对不对 大户做空 内波一杀 杀了将近140点之多 140点 后面对不对 来回震荡 无妨 记不记得上礼拜二也是一样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内波一杀 杀了将近100点之多 到了礼拜三 开盘以后 8877见头翻多 大户做多 那一涨 又涨了快120点 将超过110点以上 那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四也是一样 对不对 大户还在强力做多 那一天 加上跳空再上去 当天也是100多点 我的意思是各位 不要因为这一两天 这是这个礼拜一 对 这个礼拜代表的就是行情 已经开始变得比较窄了 但重点是各位 只要对不对 从下个礼拜之后 行情重新恢复 正常波动的时候的话 对不对 不管涨与碟之间 那个波动都是很大的 你记不记得 光是上个礼拜五 到这个礼拜一对不对 那一跳空上去 也跳超过80点之多 所以各位 再讲一次 不要因为这一两天的盘窄 想说哎呀 观望观望观望 我再讲一次 因为短线你一旦观望下去的话 当行情开始有出现 对不对 大涨大跌的时候 通常你会跟不上车 所以这点你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说 大概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礼拜 因为有选举的变数 所以短线上的行情 难免之后 但重点是震荡以后对不对 无论如何 从下礼拜开始的话 行情一旦恢复到 正常波动的时候的话 那各位 对不对 那赚钱 赚大钱的机会 马上又来了 虽然说 在这几天是霞浮震荡 但是也不代表说 这个状况会一直延续下去了 刚刚副总特别提到了 下个星期很可能 行情就要来咯 那行情到来的时机点上 头正该做什么呢 广告就继续带您看 我们马上回来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抢救40北投 唯一跳脱蓝绿 王英文博士 食品及时高才安全 请指明唯一经卫福部验证公布 安全无疑的大汉板豆腐 大汉豆腐 大汉 抢救40北投 唯一跳脱蓝绿 王英文博士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美的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浴室同时洗 搭配中进系统热水六秒即来 专利技术加热快六倍 智慧电表 电飞省一倍 现在满油打折 咕了三名F加强定 我两个上一颗 保罪董 呵呵 打金猫头 哈哈分岔重开 呵呵 五六六黄金护法精油 天然植物精脆 超级修护 极致量则 五六六黄金护法精油 就是量 咳嗽 stop 止咳之王 咳王 不在懂 欢迎回来 明天碰上的就是摩台结算了 副总要报带我们看一下 明天的关键点位呢 好 那各位 今天的盘呢 在经过再瑕福震荡之后的话 你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从收盘的位置来看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以强势预判 短线的角度看的话 其实上面是有两个小压力 目前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明天开盘以后 如果指数啊 还是不能够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基本上明天的盘啊 还是会压在这个下面 会来回去这样做震荡 那这是从短线的角度看 另外 从坡的角度看的话 目前从坡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个上面的压力的话 是稍微远一点 但是重点是 不论 搞不然我们看整个 不论是从短线的角度也好 从坡的角度来看 对不对 目前以台子期来讲的话 重点就是啊 因为上面都是压力 所以呢 这个盘 这短线上来讲的话 对多头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所以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多头对不对 能不能够明天 我们先 长的先不讲 先讲短的好了 明天开盘以后对不对 指数能不能够过这个压力线 那就是明天啊 这个盘能不能 转强的一个关键所在 所以各位 你最好能够今天啊 先能够预知一下 明天的那个关键点位 这是关于这个大盘的部分 好 那至于另外个股呢 虽然另外我给你讲 讲一个有趣的地方 虽然说这三天啊 指数是霞幅正常在横盘 对 但是很多的个股材的地方 标翻天了 其实还是蛮有表现的 那各位啊 今天啊 还是郁金光 对不对 郁金光今天其实盘中啊 又闯了一个新高 又闯了一个新高 而且它的位置 已经相当相当贴近了 当时在九月底的时候 前一波的高点 所以今天 虽然说今天郁金光是 收盘是往下收 但是盘中再闯一个新高了 而且各位啊 我再讲一次 因为郁金光目前它的股 因为这一波来讲 郁金光 虽然台股里面相当相当强势的股票 因为它目前股价的位置 已经相当于大盘 回到前波高点的九千五那个附近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代表对不对 因为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iPhone6 苹果 Apple卖得不错嘛 所以这个 带路来讲的话 像郁金光这些来讲的话 等于说它的后市啊 它的基本来讲的话 确实是有表现的空间 那另外就是说 到底 那个郁金光对不对 它iPhone6的这个镜头的良率 能不能够再提升 就是它获利的关键 好 但是不论怎样对 反正就是说 今天来讲的话 郁金光基本上又闯一个短线高点 而且对不对 准备要挑战前波的高点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各位呢 目前假说 因为做股票来说 现在其实 台面 算是盘面上啊 有一些股票 也在闯波段新高 但是那些股票 有些股票 成交量非常非常的小 一天几百张 不到一千张 那种量太少的 不是我们谈论的那个重点 因为我们违规性的会员 没那么少 我不可能就做那种小股票 但重点是 在这种对不对 有量的股票里面的话 郁金光已经算是一个 相当相当强势的股票 所以对 再来就是看他 要不要挑战前波高点 震荡以后 有没有机会 对不对 再从波段新高 这是关于郁金光的部分 另外各位 还有一档股票 我想你看以后 你更会有感觉 就是大力光 各位记不记得 其实过去 在这两三个月以来 在大县经营这个节目上 我就一再跟你讲个观点 我说各位 为什么台股 对不对 从九月以后 为什么台股 整个的市场 是在往下走 原因很简单 因为各位 因为其实今年以来 从年初一直可以说 到今年7月 到7月为止 上半年来讲的话 台股整个的上涨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说 那是被 以电子股来讲的话 它是被Apple的概念股 整体上带起来的 那Apple概念股里面呢 那个领头羊 又是大力光 对不对 好 但是各位 重点是就来了 各位 如果说这个节目 你看了两三个月的话 你一定超有感觉的 各位 过去这两三个月以来 每次都在跟你分析盘式 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台股 从九月以后 对不对 一直往下做修正上不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Apple概念股 领导了电子股的多空 而大力光 对不对 又是Apple概念股里面的领头羊 可是问题是大力光 早从7月18号那一天 在现金系统里面 2449出现波段 卖讯之后 后面 不管这只股票 如何的反弹 如何的反弹 都没有突破 有没有 那个转折的压力线 所以股价呢 就一直一直一直 被往下做压缩 可是各位哦 给你讲个好消息哦 到了昨天的时候 昨天 大力光啊 在295 在这个地方 终于突破了 从7月以来的 整个的下降的压力线 出现了一个新的买讯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为什么 今天对不对 大力光能够续墙的原因 在这里 好 怎么办 我们拉远一点 但是anyway对不对 反正一句老话就是说 因为大力光啊 从昨天开始 终于突破了 从7月48号以来 整个的修正坡 所以各位哦 这个东西 除了大力光本身 后世有机会之外 是不是也代表着 下礼拜之后啊 台股啊 应该有往上表现的机会 我应该会 这就是关键所在 好 那除了这个 Apple干年股的 这些什么 这个郁金光大力光之外呢 那 其实昨天 我在给你讲一张股票 各位哦 因为 很多人想说 那郁金光这种股票 对不对 哇 涨太多 涨太多了 那这种股票涨这么多 如果是不敢追的话 那 对不对 那有哪些股票 是比较刚刚从底部 翻出来的 我跟你讲 其实啊 大概这一两天呢 有差不多十多档股票 我讲的 是有价有量的股票 是有成交流 不是那种什么一天 三百五百张 那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了 那问题是在这股票里面的话 其实 所以 但是有一些 譬如说 像以这个TPK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 昨天在节目上 我就跟你讲过了 我是各位 对不对 我说触控面板的话 TPK 其实今年以来 利空消息非常非常的多 但重点是呢 它这一波啊 在11月4号的时候 在先行行行里面呢 其实啊 就重新出现了180 出现了先的波段买讯 而且各位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从11月以来 到这快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啊 这档股票 是温温温温的 在不太 很多人不太注意的情况之下 是在慢慢再往上走 昨天盘中 创了一个新高 因为昨天呢 涨了幅度蛮不小 所以今天 在平盘费金 来给你做震荡 量 但是有说下去了 所以这个代表说 就是粗量往上涨 量缩做平台的修正 算是一个蛮强的 一个整理的形态 那各位问题是说 其实现在目前呢 大概有差不多 一二十档的股票 已经出现到 有没有类似于像TPK 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说已经出现了 波段买讯了 然后呢股价已经开始 慢慢慢慢的 再开始往上走 所以问题是你的手上 有没有这一类的股票 就是你对不对 如果说各位假如 你是起火也有做 股票也有做的话 那尤其股票的部分的话 你最好注意一下对不对 哪些股票 在微博欠的 签基系统里面的话 已经重新出现了 波段的买讯 那各位这个东西啊 恐怕对不对 如果一旦真的假如 选后这个股市 大家的气氛觉得说 好像这个 好像不去的因素 已经消失掉的话 如果说选后 真的能够来一波的话 那这些率先 在最近这一个礼拜之内 有从低档翻上来的股票 那各位那就是真的下一波 算是比较领头羊的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 像大力光也知道 这样的各位啊 大力光是在昨天的时候 昨天的时候的话 在先机系统里面 出现了波段的买讯 这些都等于说 基本上都算是从低档 开始要上来的股票 是这个样子 好 这会儿 趁着对不对 这一两天 不管行情 是不是还要来回震荡 但是重点是各位 来 照我 请照我 那就是各位 这一天对不对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把每一档翻出来 我没有时间 跟各位讲每一档 但基本就是说 大概在这一两天时间 各位你可以好好的检视一下 你手上的持股 你的股票 到底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重新出现 波段买讯 这个东西啊 就是决定股票 对不对 是不是强势股的所在 那各位 如果说你讲这的话 请你今天一通电话进来 那微博先生 听你做一支股票的诊断 另外就是说 至于说明天 这个大盘的关键点位 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想预先这的话 一样 请你今天赶快一通电话进来 好 谢谢副总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其实从上个星期五开始 不管是期货也好 现货也好 其实都是霞浮震荡的格局 虽然指数在整理 但个别股有一些 就已经抢先表态了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 带大家来追踪 指数的观点 以及个别股后续会如何发展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